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好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中国新闻 官方新提习兵法推习近平与孙子齐名 中国官方央视重磅推出题为 习近平战役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文章 将习近平吹捧为领导战役的总指挥 不仅称抗议获得全面胜利 更把习近平与中国古代兵家看齐 据法广引述《苹果日报》今天报道称 央视吹捧习近平战役法与古代兵家思想看齐 该报说 古有孙子兵法 今有习总战役大法 2月底 事情全国蔓延之际 中宣部高调宣布将出版大国战役 但最终未出版先下架 踏入4月 全球肆虐 央视重磅推出题为 《习近平战役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文章 将习近平吹捧为领导防控的总指挥 不仅称获得全面胜利 更把习近平与中国古代兵家看齐 有网民留言写道 要教识学生群体如何识别邪教骗术 道道称 中国国家宣传机器正倾全力吹捧习兵法 兵者国之大事 生死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事件发生后 习近平高度重视 把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始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从遭遇战到狙击战 从重中之重到人民战争 从头等大事到全面胜利 官室 谋局 落子 总书记在亲自指挥这场人民战争的过程中 很多对策措施与中国古代兵家思想高度契合 央视表示 因此推出人民领袖栏目 系列特稿习近平战役兵法 与大家一同领悟其中精髓 据该报道说 央视将孙子谋公片中知己知彼 板战不但应用在习近平身上 吹捧习近平指挥专家团队 确立临床救治和药物 疫苗研发 检测技术和产品 病原学和流行病学 动物模型构建等 动员全国科技力量防控 孙子九弟篇提到 短兵相接 分秒必争 在习近平自爆发于一个月后 继2月3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做出要求 3月2日就到北京考察防控科研 询问药物临床应用 生活供应保障情况 并强调 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适当务之急 重中之重 苹果日报说 央视又引用唐朝无精 贞观正药 纳健 被遇不渝 为国长道 提到习近平曾表示 人类同疾病较量 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 人类战胜大灾大疫 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 又把科研比作强大的战斗力 强调会赢得这场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 福建副省长张志南落马 前一天还出席重要会议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志南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中国媒体指 张志南是2020年首个 落马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福建省政府官网显示 张志南最后一次现身公开活动 就是在昨天11日 出席福建省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积极做好稳投资工作事项会议 及4月份重大投资项目 阅度协调会议 现年59岁的张志南 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 曾任福建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发改委主任 200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 2011年11月 跻身福建省常委 张志南历任中共十七大 十九大代表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八届中共福建省委委员 第九届十届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常委 福建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福建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好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加持中药炮制中药富豪 各国专家都在跟时间竞赛 希望早日制造出疫苗 然而在中国 不论是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还是专家高级组组长钟南山 都在鼓吹中医疗病的成效 因此之故中国产生了应运而生的中药富豪 尽管中药的成效一直被外国质疑 世卫组织早前还在抗击手册的英文版 删除了不应使用中药字句 进一步引发中药成效的争议 据法广报道 在中国上市的A股以领药业 近来股价翻倍 公司创办人兼中国工程院院士 无以领家族的财富因而暴涨 成为中国院士中的首富 对中药成效屡以加持的钟南山 也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在至今全球尚未发现 针对疫苗及特效药的情况下 中国宣称通过自身的经验发现 中医药对控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确诊人中有74,187人 使用了中医药 占91.5% 又称临床疗效显示 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新华社曾报道说 雷神山对6名患者采取纯中医治疗 病人痊愈出院 央视则报道 在习近平的指挥部署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科技部门等 有关部门组建了 由中南山院士领衔 14位院士专家参与的科研公关组 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 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 病原学和流行病学 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 成立了药物 疫苗中药 大数局等9个专班 动员全国科技力量 在中国倾全国之力鼓吹中药成效之下 中医药在国际上一时名声大噪 其中在SARS期间 由以领药业所研发的莲花清温 在中南山和广东省的频频加持下 现已成为医学观察推荐用药 产品已出口到加拿大、印尼、巴西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股价由1月2日的12.11元人民币上升到4月10日的25.88元 最富院士吴以领家族 坐拥15亿美元财富 两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领研究落病 钟南山研究呼吸道疾病 但两人合作却不少 吴以领被称为中国院士里的首富 但钟南山也被发现名下有三间公司 其中一间由他出任董事长的广州呼吸研究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周荣则拥有34间公司 另一位副董事长张小雷则有20间公司 该公司全部的高管层合计有90家公司 根据苹果日报引述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香港进口中药的来源地排首位的是加拿大 占25.8% 其次是中国占19.3% 中国也有数据显示近年中药业发展蓬勃 其产业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增长达到36倍之多 预计到2020年中药规模以上企业收入或将达到1.5823万亿元人民币 市场规模料可达5806亿元人民币 不过报道又引述中国中药界业内人士向自媒体透露 中药材这行水太深了 说句不过分的话 有时候吃中药跟吃农药差不多 他指由于种植药材的经济效益远高于种粮食 目前中药种植企业和农户遍地开花 不仅大规模种植 同时为增加经济效益提高产量 药材种植的密集程度可谓空前 于是又引发虫害 需用大量的农药如杀虫剂 抗病杀菌剂等除害 且每下一场雨就要喷一次药 而为使药材不徒长、营养药、抗生素、矮状素等激素 也开始使用 我担心药材的大规模种植 再大量的使用农药化肥 将会成为继食品安全问题之后的右翼农业灾难 中大退休教授赵少慧认为 商人是要赚钱的 使用农药后风险一定有 中草药较多是干本 所以残留的农药会升高 即使部分会因为时间长而自我分解 但风险仍然存在 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去年一场中美贸易战 加上中国经济面临转型阵痛期 中国经济已在承受下行压力 一场公共卫生事件令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带来巨大挑战 事情过后外部环境形势不容乐观 如果政策上拿捏不好 中国也会同样陷入长期困境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时 一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 但在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 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 经济陷入停滞 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比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 巴西和阿根廷 东南亚的菲律宾 近几十年来长期处于世界银行 称之为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行列 中共今年定下重大战略目标 其中一个是在中共建党100周年 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翻 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 专家估算GDP增长要起码在5.6%以上 中国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 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 中国从今年开始走向高收入国家阶段 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核心问题 而正在此时发生了事情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 利用人口红利搞大规模低水平的制造业 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总量不断走高 然而这些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完 专家指中等收入陷阱所描述的现象 其实是指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 生产率提升的速度没有跟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以至于经济处于了夹心状态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后发国家 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发达国家 这一类问题的出现 与经济制度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创新的重视 历史财富分布等都有关系 能不能跨过去成为中国最近两年的经济主体 一带一路在地域上扩展中国以外的需求 中国制造2025是科技含量上向更高层级发展 加大服务业比重是在结构上优化 三个关键领域都为创造新功能迈过陷阱 然而三者都在世界面前停下脚步 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改变了世界大格局 事件过后中国将面对两大挑战 外有西方国家推动去中国化加上外需疲弱 美国将进一步围堵中国 内部则面对经济持续下行及失业高升 必须依靠放水及加大投资 经济转型被拖慢 这两点正正令中国最近几年作为经济新引擎的领域受到挫折 这场事件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过去20年全球经济高度产业链化 国际公司往往自己不具备生产能力 而是外包给一系列企业提供各类零件乃至组装 而这些厂商大多位于中国 事件冲击下的痛感让众多企业 特别是全球化浪潮中如鱼得水的事 跨国大公司突然猛醒 太多鸡蛋都放在中国这只篮子里 这种风险意识可能在事件过后变成行动 新一轮产业链洗牌在所难免 中国是否还能一家独大 一场全球事件令中国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出现太多不明朗因素 最关键两点 一是工业制造从劳动密集型成功转向高制科技型 其二是服务业占比进一步增加及优化 目前看来除非中国能大刀阔斧生化改革 否则情况并不乐观 我们生活在时期中 人类从来累不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 传给世界上上行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 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咨询屏幕上 邮箱记者 非洲国家集体诉国民在中国遭虐待 外交部说是误会 部分非洲国家抱怨说他们的公民在中国遭到了虐待 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据美国之音引述路透社说 在中国广州的非洲国家的公民近日报告说 由于当地担心输入的增加 他们在广州遭到了虐待和骚扰 有人被从租用的公寓中赶出 有人被迫几次做测试 又不被告知结果 也有人在公开场合遭到回避和歧视等 当地媒体和社交媒体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报道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25日 广州再驻外国人共86,475人 其中人数最多的五个国家分别是 韩国8,048人 日本6,128人 印度5,776人 美国5,268人 和俄罗斯3,858人 非洲国家人员一共是13,652人 加纳外交和社会一体化部长博企伟 周六4月11日发表声明说 他已经召见了中国驻加纳大使 就非洲公民遭受歧视的问题 表达了他的失望 要求中方立即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博企伟在声明中说 我对此感到遗憾 并强烈谴责这一虐待和种族歧视行为 肯尼亚政府星期五发表声明 对广州出现的问题表示关切 声明说 中国对外国人进行严格的测试 导致外国人受到不公众的反应 尤其是非洲以人 肯尼亚政府正与中国政府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尼日利亚议员阿拉比周五 在推特上发出一段视频显示 尼日利亚下院领袖 格巴甲比亚米拉召见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周平建 要求中方对此问题做出解释 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星期六 他呼吁所有在华外国人严格遵守当地规定 配合和支持中方做好防控工作 赵立坚指中国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给予的支持 铭记在心 中国和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展现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 他强调中国政府对所有外国在华人员一视同仁 反对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差异性做法 对歧视零容忍 好我们看中国国内的报道 崔永元帖子喜怒笑骂被秒删 说啥了 据法广报道 网民古音发来帖子说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发文 点评以正能量自居的网络流氓 成群结队围攻谩骂 更有数十万人为英国首相并威点赞 如此向世界展示中国得到有关当局的暧昧支持 相反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被剥夺了发言权 还能发出微弱声音的帖子一发就没 好像有人24小时蹲守一样 下面是网友提供的原稿 崔永元说 我的思考与不安 正能量是一面棋子 你先开看 里面很多垃圾人 多年前列宁发现这个问题 注意嘴上常挂着爱国的人 兴许是流氓 英国首相并重44万个中国流氓点赞 美国发病人数最高 一个中国流氓电视台 描述为荣生第一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情势 都被这些流氓当成喜事 他们喝粥相庆 他们登上了国外的报纸和电视 我的祖国怎么这么多成群结队的流氓 我不同意他们是爱国者 因为他们没有人性 畜生不如 我倒愿意把他们归到正能量 近几年在网络上 他们就是以正能量的身份出现 成群结队 打击异己 围攻谩骂 造谣声势 乌言汇语 为所欲为 恐怖的是 有关部门表现得很暧昧 甚至很受用 动用公款 让他们组团出动 或到地方或到国外 代表中国网络的主流势力 所到之处 无不设宴欢迎 肘子 夹头 燃香 张教授 都是代表团常务团员 每到一地 酒肉伺候 当地主要官员满脸堆笑 前后照应介绍情况 汇报工作 奉上土特产 只为了他们能在微博上发几条表扬信息 当地官员也见过些市面 点头哈腰 只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是代表政府一个机构来的 我生在天津胡同 长在北京胡同 胡同里有个巴小混混小流氓 试询常试 胡同都有胡同文明和胡同自信 不认可混混来代表 看到他们上房接瓦 吼一声是必须的 街批四人帮时受到一次惊吓 一个上海小鳖三差点就当上了国家副主席 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有点讲究的 有一年他们把封面人物给了网民 这个信号很明显 网络时代 网民不仅代表自己 也可以代表一个群体 一个民族的德性 再说严重一点 代表国家形象 也不是没有可能 油管上有个网红名叫李子柒 姑娘面容交好还会打扮 最主要是勤劳质朴 一年四季会把田野上的果啊 花啊 草啊 叶啊 什么的 变成餐桌上的佳肴和奶奶一起分享 李子柒受过苦也愿意干农活 她粗糙的手 美丽的脸 加上起早贪黑 辛苦劳作的样子 让七千万海内外网友如醉如痴 外国人说喜欢中国的田园生活 原因就是看了李子柒的视频 我是学传播的 我觉得一个李子柒 其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不知大国那些大把撒钱的外宣部门多少倍 不知道谁该反省 谁该惭愧 换个角度看 这些正能量在网上也被误解为国家形象 有时候我想假如一个英国记者提问 为什么我们首相并了中国有44万国民点赞 该怎么回答 我都替华春莹着急 为什么所有国家中招中国网友都兴奋 耿爽揍着眉头怎么打 刚刚赵立坚对外国记者说 我们没说过别让外国抄作业 其实网上正能量一天说多少遍 他们还热衷于动武 热衷于开战 以全世界为敌 其实多放过几挂鞭炮的人都知道战争的恐怖 全世界的正义人士全力以赴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避免战争的和解方式 唯独中国正能量对世界大战充满渴望 请问有关部门 你们希望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是这个样子 到网上看看 义和团越来越多 常给政府提意见的人都被一箭封喉 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被剥夺了发言权 还能发出微弱声音的帖子一发就美 好像有人24小时蹲守一样 假如这真能代表国家形象 我不相信我们的人民政府愿意言论环境如此 毛主席曾经说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他这样描述那个美好的景象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让人说两句真话 天就塌下来了 这两天我脑海中老是浮现着两张面孔 一张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的沉重 无奈却要保持冷静的面孔 他自真聚拙 有理有利有洁净 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中国政府的确切态度 继中美两国联手防控 共克时间 即便是面对一些故意刁难的问题 他也表现出一位职业外交官的涵养和从容 有问必答以礼服人 另一张面孔属于一个叫胡锡进的人 奸诈焦杂着无耻 私下里我们愿意叫他胡叼盘 因为不管出台什么政策 他都会找到一个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角度去阐述 这根本不科学 这是个纯技术体力活 这张面孔恶心到 我是他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被问到 国内网友不能翻墙 你是怎么做到的 胡叼盘说我和我的同事都有办法 你要知道国内网民每个人想上外网都会有自己的办法 大意如此 这屌味的回答加上满脸的宁笑 干脆就是对中国宣称依法治国的侮辱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被他用到了极致 言而无信成了他做人做事的绝招 他在5000年文化中不断刨石着垃圾 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 网络媒体越来越成为展示国民性的窗口 而这些正能量正在不断刷新触碰底线 料理全世界的三观 让崛起的中国陷入尴尬 有关部门出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考量 也不能袖手旁观任其发展 1900年因为有了义和团的胡作非为大清王朝成了世界的公敌 因见不远 那一个庚子年义和团是正能量 这一个庚子年正能量是义和团 2020年4月10日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王全璋出狱后首次曝光 709案最后一人王全璋出狱后 已被送往原籍的山东济南遭监视居住 据苹果日报报道 今天复活节 北京维权人士 野静桓在推特上贴出王全璋妻子与丈夫在手机视像对话的片段 依稀看到王全璋出狱的样貌 他并没有戴口罩 但就架上眼镜 面容有点消瘦 野静桓发推特写道 今天北京天气晴朗 和文族带着拳拳到义和园 10点半全璋呼叫文族开始视频 我在旁边看推特 一下子看见了我在4号夜里发的一个小孩 半夜不睡觉等爸爸回来的那个推文和照片 我拿到视频前给全璋看 全璋瞪着眼睛看完突然就哭了 我说你别哭 把我也惹哭了 全璋转过头呜呜的哭了起来 李文族有转发野静桓的推特 但没有留言评论 野静桓则将本月5日的贴文指顶 当日就是展示李文族与儿子的合照 他写道半夜了这个小孩还不睡觉 他说爸爸明天就回家了 我要等着爸爸 他爸爸失踪时他才两岁半 现在都会写字会看书了 他不知道爸爸明天要被送到另外一个大监狱 不能回家 他的爸爸叫王全璋 北京确定高考时间 高三本月27日开课 中国防控形势区文 继上海和广东省公布各级考试和各类学校开学时间后 北京市今天也公布 北京高考时间推迟为7月7日至10日 中考时间推迟为7月17日至19日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高三年级4月27日返校 初三年级按5月11日做好返校学习准备 应应事件影响中国教育部日前通知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 考试时间为7月7日至8日 唯有北京和湖北的考试时间另行安排 北京市今天确定高考和中考时间 另外北京市还明确优先组织高三和初三年级开学 高三年级4月27日返校 初三年级按5月11日做好返校学习准备 其他各年级以及中职学校高等学校和幼儿园的返校安排 待确定后另行通知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地址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 嗯狗狗出现别欢迎了 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人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top榜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我们一起宅家乐